好,我们来看到的是第五课的单元总结, 単元のまとめ。 単元是读作,単元读作,元。 まとめ是总结,中间这个是, の是格注词,的。 单元的总结,単元のまとめ。 那么,单元的总结跟课文当中的教材是一样, 我们会要选择一部分重点的跟大家讲。 好,那复习的内容会比较多, 那大家就当作是复习,来过一遍。 首先,第一个我们看到语音的部分。 首先,日语当中的有清音、浊音、半浊音、 长音、粗音、波音、傲音、傲长音。 好,那这些音的话, 大家在语音课当中已经讲得非常多了。 像清音的话就像 像浊音就是 这种半浊音是圈圈的 就是傲长音了。 好,第二个, 正确的朗读五诗音图, 按照行、按照段、熟练的背诵。 那这个已经,大家应该都没有问题。 继续, 日语的发音特点如, 嘴唇的活动不活泼。 这个语的话,是包括发原音的时候。 比方说, 嘴唇呢,不像汉语当中的这个 这个乌,这个例子, 我们读这个乌的时候, 其实嘴巴并没有撅出来, 而是稍微放平。 呜,呜,呜。 还包括像这个, 呜, 你看,它上面写的这个 罗马字的话呢, 写的是这个,呜。 但是, 我们中文当中呢, 这个拼音的话会读作呜, 对吗? 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读作呜。 只是这些的话呢, 我们在五诗音图当中 已经强调过很多遍了。 好,那这里就不跟大家 随便的来例举。 那我们来看到, 还包括汉语当中啊, 这个呜,对不对? 那日语当中呢, 那这个不读呜而读什么? 呜, 所以这点要注意。 老师的话, 像注意啊, 老师读作先生, 就是因为它有波音, 是C和N连读, 而不是像这样念成 C,N,C,E, 这是错误的。 那这些也跟大家提到过了。 好,我们来看到第四点。 注意日语发音的 原因弱化现象。 所谓原因弱化 指的是这种情况, 经常会出现在 辅音加原因当中, 这个时候那个原因 就会弱化。 有很多例句, 比方说这个地方看到 机当中的这个 TSU, 我们读的时候 机, 机那个TSU, 就没有读得特别清楚, 机, 比方说 ARIMASU, 和DES当中的这个S的音。 你看, 我们读的时候 并没有把它读得很死, ARIMASU, DESU, 没有这样读, 而是读得 ARIMASU, DESU, 就是那个S, 就弱化。 好, 比方说这个单词, GAKU SEI的KU, 我们并没有把KU读得特别明显, GAKU SEI, 没有, 而是GAKU SEI, KU, KU, GAKU SEI, 就是弱化了一些。 好, 所以这些音都要特别的注意, 另外呢, 还有就是看到这些音, 比方说, 这个单词, KITTE, KITTE, 这个KI, 这个单词还记得吗, 是邮票的意思。 好, 所以这个地方你要注意, 你看, 它们好像只发辅音, 不发原音U, 比方说这个单词, KITTE的, KI, 好, 我们再读一次, KI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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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包括, HITOTSU, HITOTSU是一个, 像HIT, 也是读得比较弱一点, 没有读HITOTSU, 而是HITOTSU, HITOT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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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们也好像只发了这个辅音, 而不发出原音I, 所以这个叫做弱化现象, 叫原音的弱化现象, 好, 继续, 我们来看到下一点, 第五点, 注意日语的轻音和拙音的区别, 好, 我们来对比一下, 比方说, 这个KI和这个GI, 这个都做KIKI, KIKI, 这个词都做KANGI, KIKIKI, KIKI, 比方说这个单词, MATO, MATO, 这个是MATO, MATO, 一个是TO, 一个是DO, 下一组, KOKO, KOKO, 两个KO, 这个读做GONO, GONO, GONO, 而且其中, GO是拙音, 我读比拙音, GONO, 还有ASI, 这个SI, AJI, 那左边的这些, KIKI, TO, KO, SHI, 是轻音, 右边的, KIKI, TO, KO, JI, 是它的左音, 这个要听清楚, 好, 我们来再看, 注意日语长音和短音, 长音和短音, 就是你要读得明显一点, 稍微长一点, 或者稍微短一点, 我们来对比一下, 比较说大楼, BIR, BIR, 而这个是BIR, BIR, 就是把B延长一拍, 外来词, 画一横线, 代表长音, 我们再读一下, 这个人的鞋子是KUTSU, KUTSU, KUTSU, 这个TSU是短音, 而这个痛苦, 读做KUTSU, KUTSU, KUTSU, 是长音, 好, 再看一组, 房间, HEYA, HEYA, 所以读做HE, 是短音, 而这个平原, HEYA, HEYA, 那个HE, 读得比较长一些,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一个, 第三, 外来词, 日语叫做GIR, 就外来词, 大部分呢是来自于英语, 当然也有欧美语言, 我们来看一下, N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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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记本, INK, INK, 墨水, TELBI, TELBI, 电视, RA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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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音机, PAN, PAN, 面包, 记得外来词都是用什么, 片甲名来书写,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七点, 注音, 澳音, 以及非澳音的区别, 什么叫澳音和非澳音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澳音, LIO, 带有小写的, YAYUYO的都是澳音, LIO, LIO, 那大写就不是这样子了, LIO读作, Li和U分开, L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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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读作, LIO, 所以左边的是澳音, 右边的是非澳音, 10, JU, JU, 这个是澳音, JU, 而这个是自由, JIYU, JIYU, 左边是澳音, 右边是非澳音, 第八点, 注意送其音和不送其音的区别, 其实这个中文当中也有, 比方说, Kai这个词和盖这个词, Kai是K, Kai是K, 所以呢, 这个时候啊, Kai就属于送其音, Kai属于不送其音, 当然这是中文当中的这个送其音和不送其音, 这个区别就大了, 字不一样, 意思也不一样, 日语当中送其音和不送其音之间呢, 不会造成这么大的误区, 但是还是会容易读混淆, 我们来看一下例句和例词, 我们来看一下, 同时容易将Ka, Taha行的不送其音与拙音的Ga, Taha, Taha容易混淆起来, 好, 其实这个就跟大家提过, 比方说, 比方说, anata, watashi, arigato, 再举一个, haji-me-mashite, 还有一个, toshio-kan, 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词, 这个, 是不是我们并没有读anata, 而是读的anata, an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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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ta-shi, 这个我们也是读的, watashi, 而不是wata-shi, 像这个to, 我们没有读arigato, 而是略微浄化, arigato, ari-ga-to, haji-me-mashite, 这个词, 我们没有读haji-me-mashite, 而是haji-me-mashite, haji-me-mashite, 最后是图书馆, 我们没有读作toshio-kan, 而是把这个略微浄化, toshio-kan, toshio-kan, 意思是说, 这几个圈圈的这个假名, 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浄音, 它是因为在发音的时候习惯问题, 把它读作了轻微的浄化, 是这样子, 好, 我们来继续看下一个单词, 词汇, 日语当中的词汇的来源大致有三类, 哪三类呢, 就是来自于中国本土的单词叫做汉字词, 另外来自于日本固有的叫做固有词, 以及从欧美文化传来的外来词, 这三个大的类型, 那第一个日语原有的词汇叫做和语, 叫做wago, 就是我们说的固有词, 我们看有哪些, au, 遇见, aki, 秋天, 声音, 汗水, 高的, 贵的, 私, 我, 这些很多没有汉字, 即便是有汉字也是一半是有假名的, 像这种是外, 这种是相当于和语, 也就是我们讲的固有词,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汉字词叫kango, kango的话呢是直接采用中文的, 或者是用中文创造的单词, 比方说直接采用汉字的有, 学校, 先生, 老师, 还有利用汉字创造的, 切手, kite, 还记得是邮票的意思, tokke, 是钟表的意思, 好, 接下来讲到日语汉字的这个读音, 日本汉字的读音的话有两种, 一种叫音读, 叫做on yomi, 一种叫训读, 叫做kun yomi, 说的简单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 模仿汉语读音的叫做音读, 比方说咱们中国人的名字把它翻译成日语之后, 那个读音表李先生读lisan, 那个li就是那个音读, 切用汉字的形和意, 但是按照日本固有的语言来读的叫做训读, 好, 我们举例一下, 比方说音读, 他直接读做denva, 那么他就来源于中文当中的电话的这个读音, 所以他是一个音读,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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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先生, 先生也是, 因为以前我们用中文当中说先生也是指老师的意思, 他是直接用这个中文的这个读音来模仿的, 我们来看下一个学生, 学生, 中文就是写成学生, 学生, 当然可能现在你觉得这个学生可能这个单词不是特别的像, 好, 那像这个训读就完全是读音, 八竿子打不着, 就完全跟中文读音一点关系都没有, 比方说, 庭院的庭, にわ, にわ, 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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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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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就会跟左边这个字的读音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联想, 同一个字由于音读和训读的关系, 或者由于一个字叫一字多意的关系, 往往有很多种读音, 为了便于阅读, 有时在汉字旁边用假名来注音, 这种注音日语叫做, 振りが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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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 Ruby, Ruby, 我们来举个例子, 比方说, 人民, 因为怕大家会读错其他的发音, 所以在旁边呢, 就给大家把发音写在旁边了, 所以这种放在汉字旁边的这个注音呢, 叫做, 振りがな, 一个人读错ひとり, ひとり, 因为比方说, 有同学会把一个人读错一人, 对不对, 为了避免这样的错误, 甚至就会在这个单词的旁边, 注上这种假名, 是他的读音, 叫做振りがな, 好, 我们再看一下, 四个人读错, よに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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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人, 他, あ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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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来再看这个形式, 用汉字和假名构成一个词的, 就是前面一半是字, 后面一半是假名这种组合的, 那么这个时候的那个假名, 叫做, おくりがな, 叫做送假名, 好, 我们举一个这样的例子, 这样的词一般呢, 都是固有词, 比方说, あける, 一半字, 一半假名, 那这个假名就叫送假名, 是打开的意思, あかるい这个词, 你看它是, 有あか再加上るい, 一边字, 一边假名, 像这种假名叫做送假名, 这个单词, あきらか, 有一个名字, 加上らか, 明朗话, あきらか, あきらか, 所以, 左边是字, 右边是假名, 这种组合的单词, 右边这些假名叫做送假名, 当然这个讲得比较专业, 其实这个, 大家如果在理解过程当中的话呢, 就可以不用那么的纠结, 或者是钻这个牛角尖, 你只要大概的听明白和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就好了, 我们在接单词的时候, 其实都是单读一个一个分别记得, 包括这个字读什么音, 然后它是不是写出来, 你得注意, 比方说这个, あきらか, 你就不能听写的时候, 写成了什么, あきらか, 你把这个き就写出来就错了, 你自己要记得这个名字读作, あき, 它是这个意思, 希望你记住这个字的读音是什么, 它写出来的又是什么, 好, 所以写出来的这个假名叫做送假名, 是这个意思, 好, 那讲完这个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我们要讲句子的种类, 来复习一下, 但另一句, 体言作为语的, 体言记得是哪三个词性呢, 名词, 代词和竖词, 好, 那么体言的肯定就是在后面加上です, 否定的话呢, 就是把です改成ではありません, 好, 比方说, これは, 这个是柿です, 这是一把钥匙, これは柿ではありません, 这不是钥匙, ここは图書館です, 这是图书馆, ここは图書館ではありません, 这不是图书馆, です是肯定, ではありません是否定, 好, 我们来看一下描写句, 用形容词或形容动词作为语的, 记得, 形容词的词位一定是什么, 一节位加上です, 是相当于比较礼貌的进题, 我们来再看这句话, 山很高, 那么这个高就是把形容词作为了位语, 形容动词的话呢, 是答结尾的, 词干就是把答去掉, 去词尾就是把这个词尾就是答, 把答去掉, 比方说, ここは这里, にぎやかです, 这里很热闹, 说明にぎやか, 热闹这个单词, 它原型是にぎやかだ, 但是我们在课文和教材当中的话, 单词形容动词出现时, 这个答都已经给你去掉了, 好, 我们来再看到, 下一个复习点, 存在句, 表示什么东西在哪里, 还记得啊, あります的话指的是非生命体的存在, います是生命体, 指人和动物的存在, 那么あります的否定是ありません, います的否定是いません, 那同样, あります的疑问句是ありますか? あります的这个疑问句就是いますか? 好, 举例说明, 本は机の上にあります, 書在桌上, 这句, 本は机の上にありません, 書不在桌上, 好, 记住あります和います的区别, 继续看, 机の上に, 在桌子上, 本が, 書あります, 桌子上有书, 机の上に, 本はありません, 桌上没有书, 在肯定的时候, 这个内容的对象词用的是が, 否定时用的是わ, 因为わ是为了突出和强调后面的否定, 这个我们也讲过了, 这句, 学生在教室里有学生, 学生在教室里有学生, 就是把这句话倒过来, 就是把这句话倒过来, 本来是讲说, 学生在教室, 倒过来就是教室里有学生, 这句话就是教室里没学生, 教室に学生はいません, 当地点放前面, 而事物放后面是否定句时, 这个地方就用わ, 而不是用が, 这个地方我们强调过, 你看这句话也是的, 看得没有, 机の上に、 桌上、 本はありません, 是没有书的, 当物体放在后面是否定时, 用的是わ。 好, 继续看到叙述句, 用动词作为语, 李先生和鲁先生, 把动词放到最后面, 就是动词句, 以动词作为语的句子, 就是放在后面, 他们两句外摊, A是表方向。 好, 那继续看到的是带词的复习, 有KO、SO、A和DO, 记得, KO是最近的, SO是中间的, A是最远的, DO是疑问的, 按照功能分类, 第一个, 指事物类型的有, これ、 それ、 あれ、 这个、 那个、 那个、 以及 どれ、 哪一个, 这个部分呢, 都是疑问词了, 这个只能指事物, 而且不能够接名词, 表场所的是, 这里, ここ, 那里, そこ, 最远的那里, あそこ, 以及哪里, どこ, 这一组只能指地点, 不能指其他, 方向的, こちら, そちら, あちら, どちら, 那这一组的话呢, 是这四组当中, 最礼貌的一种, 这个要记一下, 是最礼貌的一种, 而, こちら的话, 它的使用范围比较的广, こちら既能指, 像相当于它的作用, こちら既能指事物, 又能指场所, 所以的话呢, 这个词, 说方向还不一定, 因为, こちら也能指人物, 也能指事物, 所以, 这一组是最全面的, 它能指地点, 也能指人, 或者事物, 比方说, 这一位是张先生, 其实我们可以说, こちらは、 或者说, 这里是学校, こちらは学校です, 所以这一组的话, 是既可以指人, 也可以指地点, 是比较礼貌的说法, 最后一个是连体词, 什么叫连体词呢, 就直接连接体验, 修饰名词的, 这几个的话, 都是一定要接名词, 所以相较来区别, 最大的就是最后这一组, 最后这一组的话呢, 是一定要接名词的, 好, 所以我们把它标记一下, 最后这个是必须要接名词, 其他都是不接名词, 它们的特点和同类就是, 开头的都是比较近的, 梳开头的都是中间的, 阿开头都是最远的, ド开头都是疑问句, 疑问词, 好, 我们来继续看到, 常用的人称来复习, 第一人称, 第二人称, 和第三人称, 和不定称, 我们来看一下, 我, 私, 男生女生都可以用, 私, 这个是比较谦虚的说法, 比方说免贵信堂, 这个私或者相当于比人, 所以它是把自己降低的一种谦虚说话方式, 僕是男生, 男性用语, 男孩子说自己说僕, 第二人称, 您或者你, 叫做あなた, 不过あなた这个词非常暧昧, あなた还有女生叫男生叫老公的意思, 所以这个あなた要注意使用, 当然あなた也有你和您的意思, 君, 汉字写成一个君字, 那么它是熟人之间同辈, 或者上对下, 像这个僕的汉字写成一个僕字, 这个是男生说自己的时候使用的, 第三人称, 比较礼貌的方式是あの方, 方写成一个方字, あの是那个, 切名词, 是连体词, あの方是那一位, 那么第三人称的话, 还可以指男性和女性, 男性是彼, 汉字写成一个比字, 彼女是指女孩子的他, 汉字写成一个比女, 好, 不定称就是哪一位, 谁呀, どなた是哪一位呀, 誰是谁, 那他比较口语化, 但是どなた会比他要礼貌, どなたですか, 哪一位呀, 誰ですか, 一问词记得结束的时候, 变成一问句要加一个ですか, 好, 这个是人称代词, 好, 那么基本上第五课的这个复习, 就跟大家讲到这里了, 因为其实都是我们重复的内容, 所以他老师讲的比较的快, 那么大家可以把前面的五课作为一个单元总结, 那看一下自己一到第五个单字记得如何了, 包括语法的部分, 还有课文的老读熟练程度, 希望大家花一点时间去把一到五个内容消化好之后, 再进入到我们第二个单元的部分, 好, 那么今天我们的课程就上到这里, 皆さんお疲れ様でした,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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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